老闆来两个包子 好嘞 哎你擦脑子敢偷包子 现在让你手里打断 老闆算了吧 不就一个包子吗 我帮他付就是了 真的 你再帮我多装几个一起算 好嘞 一个包子怎么能吃饱呢 大爷您是饿坏了吧 给 我没钱了 没事 不要钱 快吃吧 谢谢 谢谢 大爷 我看您穿的也不像个乒乓家人员 我看您穿的也不像个乒乓家人员 怎么会 我是跟旅游团来旅游的 走丢了 手机和钱包都被人家偷了 我饿了好几天啊 所以才 大爷 你还记得家里人的电话吗 这样吧 我给你家里人打个电话 让他们来接你 电话都在手指里面 我记不得了 大爷这样吧 我这里呢有几百块钱 你拿着租车回家 这可死不得 你就拿着吧 谢谢你啊姑娘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以后怎么报答你啊 我叫小七大爷 相逢就是缘分 报答就不用了 赶紧吃饱了 回家去吧 姑娘 你真是个好人了 大爷 你还记得怎么坐车回家吗 大概记得吧 大爷 如果你要是实在找不到的话呢 你就可以去刚才包子铺的 对面的花店找我就可以了 哦 谢谢你了 姑娘 你真是好人了 不用谢了 大爷 赶紧吃 好 请问小七在吗 小七 对 不认识 我们这也没这个人 哦 谢谢啊 爷爷 没有这个人 怎么会呢 我记得就是这个花店啊 爷爷 你会不会记错了 你再好好想想 我记得他跟我说过 就是这个包子铺的对面的这个花店 哦 我想起来了 你们要找的是不是这个店的前老板呀 对对对 你知道他在哪里吗 他呀 他妈妈住院了 所以没空打理这个店 三个月前啊 就转给我了 那你知道他住在哪个医院吗 听说好像是人民医院 哦 走 好 谢谢啊 他身上的癌细胞已经开始扩散了 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 恐怕撑不了太久 刚好医院现在有核实他的配置 赶紧缴费 进行手术吧 医生 妈咪要先把手术做了 手术费用的话 我后来一定会不起的 这医院有医院的规定 你如果不把费用交齐的话 我们也没有办法进行手术呀 你还是尽快筹齐费用吧 我希望暖风吹来 能成为别人的主宰 可现在却 只是脚无奈 我们在这个年代 不必就会被淘汰 您放心 我一定会抽下好睡里 你先坐手术 喂美姐 你最近手头方便吗 啊 没事没事 喂 啊 蓝姐 那个 我想借点钱 明白明白 多少次 怀疑 人海里的我 这辈子是不是 喂 就这样的火 喂 面对路上的千百种折磨 病人家属 准备明天手术吧 医生 我的手术费还没筹齐呢 刚才已经有个人 帮你交进了所有的手术费用了 准备 好 这个 这是刚刚帮你绞碎的那个人 让我转交给你的 多希望暖风吹来 能成为别人的主宰 可现在却 可现在却 只剩下无奈 我们在这个年代 不便就会被淘汰 姑娘 我就是偷包子的那个老人家 你还记得吗 谢谢你当年对我的帮助 当年 你拿着包子 站在我面前 就像一出光 让我看到了希望 让我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 你的上娘 让我深深的感动 你妈妈的治疗费用 我已经全部帮你交清了 花店 我也替你买回来了 请你一定不要拒绝 请让我为你的上娘买单 也希望你保持出心 把这份善意传递下去 好 過年 周围逃过 伤胆的结局 仰望烟火的旋律 无人知道的勇气 谢谢你 谢谢你 不用谢孩子 要谢就谢你的算粮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孙子 你好